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点播出的走吧去旅行 我是佳安 今天的单元是旅人故事书 今天在空中请跟着我的声音 一起来走访雪梨的日常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在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自由作家 同时还是非常厉害的摄影者摄影师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当我在看作者这本书雪梨的日常的时候呢 我一直被他的照片所吸引着 其实佳安有去过一次雪梨的经验 在我的印象中的雪梨 跟她的照片实在是有相当大的落差 大家一定要找这本书来看看 因为这照片实在是好美好美 我想雪梨对很多朋友来讲 都是一生当中必去跨年的地方之一 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雪梨的日常 作者老师李玉宏老师 老师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老师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在你这本书里面 其实感受得到你用 很用心的在用你的摄影的技术来记录这个城市 你把它分成了三个分类 比如说玩乐的雪梨 文青的雪梨 日常的雪梨 当您第一次到雪梨的时候 你原本对他的印象 跟你后来在这边生活三年多的时间 因为老师曾经在那边 不管是念书还是注点 有一段的时间对不对 您的感受是什么 雪梨跟 跟大家想象 其实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比如说你在雪梨市中心 看到的白人 其实是少数 因为 多数是亚洲人 现在啦 如果你去超市买东西 你会发现 Channel Town非常的热闹 是这样吗 然后在超市外面坐的是 香港来的老先生老太太 用广东话在对话 但是他其实是在澳洲 真的 对 所以我刚去我觉得雪梨蛮奇怪的 有人说澳洲像美国啦 但是我觉得某方面可能是 可是另外一方面又不太像 对 因为澳洲它本身也是个移民国家 但是它的历史背景跟美国不太一样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 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聚集在的地方 所以或许在它的试容当中 不是那么的井然有序 但是我觉得是另外一种说法 叫乱中有序 像老师你刚刚提到的很多的亚洲人 比如说你经过Channel Town的时候 你会发现天哪 你在这里不会讲英文 你也可以生活 对 老师就是非常有感 因为当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会觉得天哪我到底真的有坐飞机吗 其实雪梨的定义很模糊 所谓的雪梨是你就算从市中心打火车到 一个半小时以外的地方 它还叫雪梨 它其实很大 对 然后那个甚至有一区 明左忘记了 它其实叫东南亚区 它就是你不用讲英文都可以通 因为它当初是越战的难民 到美国落地生根 后来缅甸辽国的一些人 他到那边就是落户 然后他这些人原来就是口袋里没有钱的人 然后可是第二代在澳洲已经融入当地社会 但是他们还住在那区 然后那个雪梨除了那区以外 像你讲的Channel Town也是 你不用讲英文 其实不会有太大问题 就算你生病了也有华人的一生 对我觉得这讲到最后期会让大家觉得 哇我们是希望让大家感受到雪梨 它其实是很亲切的对亚洲人来讲 就不管你是在选择旅游的一个地点 或者是说你想要去一个你一生当中 你很想要去一个地方跨年 比如说它这个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雪梨歌剧院 我想很多人来到雪梨 一定会想要走访雪梨歌剧院 老师您去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我第一 我刚下飞机没多久我就坐我车去歌剧院看看 因为我觉得那个点很重要 我在那边三年其实我常去啦 因为我住的地方跟读的学校 走路大概半小时 那我其实我比较喜欢走路 我不太喜欢坐车 因为走路你可以看到很多风景啦 然后像我在雪梨住三年 我经常半夜去看歌剧院的 哦为什么 你喜欢拍夜景吗 因为其实比如说你读书读得很闷的 想出去走一走 那个歌剧院刚好就在离我半小时的地方 然后走去看没有人的歌剧院 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白天去都是人 然后你半夜去其实一个人都没有 那当然大家都回家睡觉 你知道澳洲人的作息 其实也是还蛮早的 对不对 不管是除了夜生活之外 他们的店家都超早超早就关了 跟英国一样 五点后大多数啦 不知道在雪梨有些 雪梨比较国际一点 它有些店会晚上才关 如果你到一般乡下的城市 大概五点就关了 我觉得反而是另一种 很享受在 徜徉在没有人 你眼前望着一个是 可能或许大家慕名而来 然后想着要拍照的地方 但是你可以很享受在那边望着它 发发呆啊 享受一下 我觉得这就是住点 或是常住在一个 很神秘的城市里面的一个 最大的享受吧 对应该 因为雪梨的条件 比木偶本好很多啦 就是有人形容木偶本 什么都没有 但是有文化 因为木偶本最早是 所谓的freeman建设出来的城市 因为雪梨多数都是罪犯 所以木偶本很鄙视雪梨 可是木偶本它没有自然的资源 雪梨有 雪梨有很多港湾 所以你刚从那个歌劇院搭船 去那个港湾 你大概一个月 你也玩不玩 就它很有趣啦 你会看到很多 好很有钱的 比如说玫瑰湾 Lost Bay 或Double Bay 那个就是高级住宅区 对 那也有比较一般的中产 也有啦 那我刚刚讲雪梨是很大 它包含 鹿 海 它的范围很大 它甚至有自己的交通系统 是坐船可以到各港湾去的 可是木偶本它没有那么大的腹地啦 所以这是木偶本跟雪梨最大的差别 所以老师你在 因为你在雪梨念书嘛 所以你在那边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应该有在那边跨年过吧 跨三年 三年都在那是不是 是因为你家都住旁边吗 我第一年是在很近的地方去看 第一年的期待感 对 因为刚去嘛 因为刚去 大家都说一定要来这里跨年 对不对 那个 外国人都会去排植物园 就是那个Botonic Garden 那很早去 你大概 早上 它八点开 你可能八点之前就要去 如果你中午去 你会排到好几公里外 真的 对 那是我第一年去 因为我不知道 然后第二年我就改地方 因为其实看到烟火的地方 不是只有那里 还有大概二十几个地方都看得到 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合乎你要求啦 如果你没有车的话 然后我第二次就跑到 当地人会去看到的地方 它是在 哪里 植物园的对岸 它等于从另一个角度 你看不到倒数 但是你会比较没有 不需要跟太多人挤啦 所以说你下午去那边还有位置给你 那你如果是在植物园那边 你早上去 大概十一点就没有位置了 你要跟人家抢那个 一个榻榻米的地方都很难 我相信 因为我在那边跨过年一次 然后我们是三十一号跨年嘛 我大概三十号的晚上 就是三十一号的凌晨 我们就出发了 那因为南北半球的关系 在雪梨跨年 不像在台湾 是非常非常的热 所以你想像你在那边跨年 是撑着洋伞 然后等待着天黑 心里想说 我的妈呀 什么时候才要放夜火 那个真的要等一整天 我第一次去也是从早等到晚 而且就像你讲的很热 幸好我同学 他们是全家啦 包含小孩子 我同学是整家都去澳洲 他也读书啦 然后他们有认识当地的侨民 就有先讲好去站位子 所以那一次还好有人 先抢在个位子 还可以野餐啊 来养散这样 如果你不是这种情况下去 几乎你要爱到九点第一场 其实是蛮痛苦的啦 因为他第一场是九点 他是放给小孩子看的 然后第二场才是真的 就是说小孩子看完 那个九点那一场 可以回家睡觉咯 对因为澳洲很重视 小孩子的福利 生活作息要正常 你不要太晚睡 真的是好贴心喔 所以你就陪着他们 看了两场这样是吗 我其实看了三场 第二场是在对岸 然后第三场 我跟我同学 跑到更远的地方看 其实树上有 树上有现在很远的烟火 那其实子弟班 老外是看不到的 你要在当地你才知道 原来那边可以看 就是在地人才会知道 所以真的要找老师这本书 然后学一个日常 告诉你说在这边生活着 不要去跟人家人挤人了 我应该早点拿到你这本书 我才在跨年的时候 不要去那边排 那个一整天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 在选择旅行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想着说 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听听大家去哪些地方 那我们就去吧 要排队那就排吧 其实很多时候 或者换一个角度 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烟火 换一个角度来感受一下 在这里当地人的生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很喜欢老师书里的一部分 是包含你的文青雪梨 其实在你书中 你有提到很多 包含是他们的角落 他们的街角 甚至是像我们刚刚前面 好像把雪梨长得有一点点的 太过于亚洲化了吗 会这样吗 我们帮大家颠覆一下 这样的想象 其实他们的文化跟 不管是次文化还是真正的一些文青 其实是非常非常盛行的 要请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 您在记录这整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几个地方或几个角落 甚至是几家餐厅 那个如果你时间不够 我会建议你到雪梨的那个 踏市中心 它有一栋大厦叫和平大厦 说这样有 然后那栋建筑 其实也是百年建筑 它没有电梯 你要走地上去 它整栋都是很有趣的店 比如说手工的婚纱店 哦 手工婚纱 然后手工的皮鞋店 而且这些店都非常非常老 它也不收信用卡 有些店甚至它不想收信用卡 它有些 可是它很突兀啦 有些是年轻人开的 它是做文床的 然后它楼上可能就是 老先生开的修皮鞋的 对 所以它有一种时光的冲击 有一种穿越感 然后你站在那边逛间 你也不觉得很压迫啦 就是有那种很休闲的调调 但是外面其实很热闹 所以我其实还蛮喜欢在那边逛的 我觉得这很有趣耶 而且他们其实常常会有一些 比如说仓库啊 然后一些街道啊 然后涂鸦啊 对 其实现在讲文创这两个字 你如果上网查 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啦 比如说文化部的解释 经济部的解释 但其实我觉得澳洲并没有很 严格定义什么叫文创 就像英国他们搞出哈利波特 他也不觉得那叫文创 就是他自己文化的部分嘛 他把它融合在他们里面 那澳洲因为有部分是英国人的传统 他练就 是 那可是因为这个国家又很新 然后吸引了很多外国移民 所以那个我记得远见杂志 有一集就在讲澳洲品牌 他们认为澳洲这个品牌 在国际上的价值是第一高 高过其他国家 对 然后 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那个 创造力是来自于民间 不是政府去推的啦 他们因为应该这样讲 他们的教育某一部分就有包含 创意跟美术 如果你在那边当地住久一点 你会发现 当地的小孩很早很早就有 关于对美的看法 美感 其实老师你再说了有提到一件事情 说在这里的大学 几乎都有设计学系 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 另一个也是让我很欣赏的一件事情 是你关注到了他们的橱窗 对 对因为那个外国人叫运动shopping嘛 就是他虽然有点关门 对 但是他是橱窗开着而且亮着 那最极大值啊 是在圣诞 圣诞节那个月 他们会有很多很很有趣的橱窗秀给你看 比如说在市中心那些百货公司 他会很刻意去营造 而且在欧洲圣诞节是夏天 是很奇怪的地方 喔对对对对对 因为南北半球的关系 對,所以那個很有趣的是你可以到那個沙灘 最有名叫Bungai Beach 就是它最有名的那個風景就是 聖誕節有聖誕老人衝浪 因為夏天很熱 夏天很熱 聖誕老人穿著雪衣嗎 對,就是它 就是很搞笑的穿那個大衣衝浪 可是在旁邊是穿比基尼 這是澳洲很有趣的風景 而且大概只有澳洲雪梨會有 因為墨尾吻它沒有沖浪的地方 我剛剛講過墨尾吻它的天然之源是很拼拔的 是 在雪梨很多 雪梨那個海灘很多 多到你 無法想像 你隨時假日 你想要去任何一個沙灘 對,而且它有些是天體營啦 它有規劃出天體營 所以有時候你坐船經過 你就發現奇怪 有人偷逛逛 就是一條一條的 對,這還蠻有趣 這是澳洲雪梨很有趣的地方 對 我覺得這蠻好玩的 因為其實剛剛老師你有提到的就是 包含比如window shopping啊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櫥窗設計非常的用心 因為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就是因為他們很早就關門了嘛 所以他們有很長的時間是只能讓你看櫥窗的 對 那包含這個之外 其實反映到的是他們的日常 比如說他們的假日會有一些市集 我很喜歡你在說你提到的一個地方 你往右邊是歌劇 我往左邊就是kinstreet 然後那地方為什麼我覺得有趣是以前是西皮 70年代西皮在那邊聚集 然後那個風格就很頹廢啦 可是因為經過一陣子後他改造了 最早最早是有錢住的地方 後來196070變西皮 然後現在變成另外一種模式啦 所以你逛那條街 你會看到很多舊家具 舊衣服 可是也會看到新的店 我其實最喜歡去逛這樣子的地方 我覺得其實很多人都把 譬如說像在台灣也會有很多的文創市集 對不對 會有新新舊舊的綜合 其實很多也是模仿國外的 這仿的不太成功就是真的 就是你說 沒有啦 所以老師您到那邊的時候 你有發現他們什麼有趣的東西嗎 除了像一些 有啊 很多啊 非常多啊 跟我們分享一下 像他甚至你可以遇到 kinstreet有一家賣鈕扣的 鈕扣 而且他很有趣 他連門的造型都是一個鈕扣 哦 他有 他 澳洲人有趣在他的幽默 會表現在日常生活中 包含他的設計陈列 比如說 寵物店的門 嗯 他的設計就是 蛇啊 魚啊 這是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 台灣不會有這種表現嗎 真的耶 真的 然後你光看那個門 在雪梨就是一件 還滿有意思的事情 你就可以去發現每一個店家 他們對於自己的 不管是商店的印象 對 沒錯 或是他想傳達的意念 他會透過某一種設計跟形象包裝告訴你 嗯 從門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 然後這個是 你會覺得這也滿有趣 因為澳洲歷史很端淺 可是他們對於教育很投入 嗯 那這個不是 就像我為什麼說台灣訪得不夠好 是因為 我方面來講這是政府提倡 但是你到底有沒有那個底韻嗎 嗯嗯嗯 你像我我經常有時候跟人家討論說 為什麼歐洲小鎮就是那麼好看 嗯 他不是一開始就那麼好看 是經過幾百年人家教育 對美的體認 嗯 對 為什麼台灣就鐵皮屋 這個 這個你又要去思考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這不是 這不是你政府想要推就能推動的 嗯 其實是一個全民運動對不對 就是靠教育啦 因為所以澳洲對於教育投注很大 嗯 他每年的那個那個政府預算啊 教育好像都是第一位 哦 對他願意投注教育事業 嗯 所以他會誕生這個國家一百多年而已啊 嗯 對啊 但是他有辦法去創造很多很有趣的 呃新興產業啦 嗯 比如說您剛剛講的 廚商設計 嗯 你如果去查那個澳洲的碩士學位啊 嗯 他有些是活動規劃 哦 他活動規劃 他就一個學位給你 哇 你可以專門去學 修這個 對 然後我真的有認識新加坡的公務員 嗯 他是拿政府獎學金到澳洲學活動規劃 對 基本上新加坡沒有創意 所以他只好把公務員送到創意的地方 是真的 哦 對 那你說會不會影響新加坡的 的一些活動規劃 我相信會啊 嗯嗯嗯嗯 從教育上面可以看得到他們對於人們的一些想法 對 或者是希望帶給大家一些新的衝擊 對 所以其實也反映在他們譬如說做出來的一些商品啊 嗯 或是一些試容的整頓啊等等 那個這是還蠻有趣的現象 就是澳洲人對小孩教育是放任 嗯 所以你竟然看到澳洲小孩很髒 嗯嗯 對 因為他們在活動就很喜歡 那個彩繪臉嘛 啊 然後他們有時候在農場玩泥巴 父母不太管的 嗯 他覺得說我幹嘛去去糾正小孩子 因為這是他的天分 嗯 對啊 導致後來這些小孩子長大 他他的心態就是 你竟然會看到澳洲人不穿鞋子 嗯 欸對 對 這是很有趣的現象 因為法醫說 蛤不會痛嗎 嗯嗯 我經常就覺得 我剛去的時候啦 覺得怪怪的 這些人是 這些人怎麼了嗎 腳皮比較厚嗎 對 而且是在雪地的街道上喔 嗯哼 他不穿鞋子欸 嗯 你在台灣不穿鞋子 幾乎都是遊民居多 哈哈 這真的 我覺得他們是更在意的是 五感的體驗啦 從小 從肢體 從你的接觸 讓你感受這個世界 對 所以從小他就用這樣的方式 在教育他們的小朋友 到長大之後他會覺得 這個有什麼 我用最直接的方式 接地氣了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觀察 我覺得或許因為老師 你在那邊待了三年的時間 夠長 也夠深入 我們要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要繼續請 李老師來帶我們 去走訪看看 在雪梨的日常 還有哪些有趣的發生 哈囉歡迎回來走吧去旅行 我是佳安 今天呢我們要來 雪梨走走逛逛 我們邀請到現場 跟著我們一起來聊聊 一些出這本書 雪梨的日常的作者 同時現在也是文藻外語大學 傳播藝術學系的教授 李宏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聊到了很多的是 大家對雪梨的印象 甚至是有一些顛覆了 可能會覺得這麼一個國際大城市裡面 好像來到這裡就應該看到 很亮麗的外表 但殊不知走入他們的生活之後 發現其實落差蠻大的 有很多很接地氣的在地的文化 甚至是有他們的文創 從老師的口中當中 我們感受到的是從教育裡面 我想是一個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 那我們都知道老師在這三年的時間 因為你就住在那個歌劇院旁邊嘛 那歌劇院旁邊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植物園 也就是等待跨年的那個地方 你平常也會去逛植物園嗎 我其實在雪梨住過兩個不同地方 有一個是住在我學校附近 在市中心 後來因為他也給我搬走了 也是啊 那邊寸土寸金我想 對 因為雪梨的房價跟他的 其實雪梨的房價跟他差不多 但是他的租金很貴 所以我也搞不懂為什麼 甚至有留學生會住在陽台裡面 蛤 你說陽台 對 這真的 他們就住一個公寓 然後大家分一分切割 可能住五個人 那有人就搬到陽台去住了 欸老師你說到這件事情 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去跨年的那一次啊 你知道我們住哪裡嗎 我們就是人家學生 他們不是有那個暑假嗎 他們離開雪梨 對 然後他就把跨年那段時間 他就租出去 對啊 我以前也看過這種事啊 然後就是一個house attack起來 包含客廳喔 都可以睡兩三張床 差不多啊 哇你看是不是 非常的擁擠 然後我也住過機場旁邊 但是我覺得那個雪梨的好處是 不管你住在哪裡 你要接近歌劇院 不管坐車或走路 像我第一個地方我走路半小時 嗯嗯 然後我住第二地方坐車半小時 你一樣會到歌劇院 對 像你剛才講的植物園 我常去喔 我幾乎 我幾乎三天兩頭就要去一次 為什麼 他有什麼迷人的地方 這麼吸引著你 因為第一個他就在歌劇院旁邊 嗯 然後你如果是觀光客 你看不到歌劇院的夕陽嘛 或者是半夜嘛 對 然後其實植物園 自然還是OK的 這很有趣喔 嗯 它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巴登凶沙 應該不會有人知道 但是他自然還不錯 好像是一個看似危險 但是 對 啊其實最有險的地方 反而不是在你 是某些區的某些小巷 哦 植物園很空曠 但是它很安全 嗯 然後就算你半夜去散步 沒有人會打擾你 嗯 這是我的感覺 我經常看這件事啊 啊為什麼我常去 是因為 那邊很適合散步 很適合想事情 在市中心就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對 這很有趣的是 它就在市中心旁邊 然後我蠻建議各位 如果時間夠長 白天去植物園 因為你會看到很多 很不上道的鸚鵡 不上道的鸚鵡 可以花鸚鵡 它完全把你當空氣 怎麼說呢 它會飛到你頭上 這是真的 哇 對 它會覺得你有東西給它吃 那其實沒有啦 然後它會飛到你的肩膀上 它但是它是野生的 它不是人工人的 而且它也不怕人 它完全不怕人啊 它智商很高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外國人 在草地上跟鸚鵡玩 那一定都是老外 因為本地人不會這樣子 就平常住在那裡的人想說 哎呀這有什麼好看的 這樣稀鬆平常 就像外國人一開始 在雪梨的郊區看到袋鼠 他覺得這好稀奇 然後外國人就 哦袋鼠就這樣 因為你在公路上 都會看得到它 對 然後不小心才會撞到 對 要小心袋鼠 它都會有那個logo跟標誌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很 如果你住得夠久啦 你可以放鬆心情去 徒步啦 徒步走一圈 那平常老師的行程呢 你走一走的時候 你都會喜歡在那邊 跟什麼動物玩 是這樣嗎 我其實去雪梨的目的是讀書 嗯 然後我也有幫某些打日誌寫文章 是 對 對那有些時候是因為工作需要啦 比如說我必須去博物館看展覽 我幫 呃 藝術家雜誌寫過文章 嗯 對然後我幫他們採訪新聞 嗯 然後我必須去 雪梨其實有大概二十幾家的博物館 這個 這個很有趣的現象 嗯 台北是我不知道幾家啦 但是雪梨是帶有 帶有是幾家 而且大多數都是國家的 嗯 他們有一個信託基金 哦 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方式就是 他們國家的方式 用信託的方式去經營博物館 嗯 然後那些博物館其實都還蠻接近的 哦 就很靠近 因為你可以從假博物館到乙博物館 對 而且 而且他們很專精對不對 他們的博物館 對 而且很有趣的是 這些博物館像 他大多數還是在市中心的 他是百年建築 然後因為政府的堅持 他不要做杜根嘛 嗯 然後就變博物館 所以你會在那個博物館看完之後 我我經常會覺得 我在雪梨的那個生活 有點參閱啦 哦 比如說我們去博物館出來 他跟你講的是 澳洲剛開始形成國家的樣子 嗯 然後出來你會看到現在澳洲 因為你就剛好跨出那個博物館 你看到就是當下的景象 但是你在裡面的時候呢 其實可能他幫你簡介了這個歷史 不管是這一百年 或者是整個殖民的時期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藝術 這很吊詭 因為我本人經常覺得 雪梨的沒有文化 但是 但是我 我自在雪梨三年 我反而覺得雪梨人還蠻有文化 嗯 因為他的 呃 週末活動很多 嗯 他幾乎每個禮拜六 尤其是夏天 嗯 那個都有政府辦的活動 嗯 你可以去那個 Darling Harbor 一定有 或雪梨哥 紀元附近也一定有 那四集就是每個禮拜天 禮拜六 對 我覺得外國人真的是非常重視 假日的生活 對 就他們不會說假日就待在家 因為很累 而且他們假日 或許他們家庭日 或者是跟三五好友 一定要去出門 不管是在草皮 像老師你剛剛說的 去個植物園走走晃晃啊 嗯 或者是來到 呃 幾個巷弄 或是幾個區塊 他們會有市集 嗯哼 嗯 這些市集都在做些什麼事情啊 呃 我覺得你講的一點很值得去 去討論是 澳洲人他是為了 生活而工作 台灣人是為了工作而生活 嗯 是最大差別 是 所以他們不care加班 嗯 然後那個 直到禮拜五下午 有些公司就直接 就放假了 嗯 然後那個 就算不是放假日 你在 呃 中午時間 你竟然看到穿白領 白領階級啦 嗯 在草地上 就野餐了 啊 對 對 他們生活很休閒 這件事情 對 有趣的是 是送平常 對 有趣的是 他的競爭也不差 嗯 這是很有趣的地方 或許這八十二十法則吧 大家用最集中的二十努力工作 對 像他們假日一定 你如果在學一代夠久 你會發現 他很多活動 他是針對家庭設計 嗯 他就希望說你全家 出門去曬太陽 而且他當場給你免費的那個防曬乳因 哦 對 因為澳洲的皮膚癌世界提高 哦 對 因為那太陽太太曬了 對 然後 像煙火活動也是啊 嗯 他就是針對你家庭 你有小孩子 一定是優先通過 嗯 我就是因為我朋友 我同學還有小孩子 嗯 我們每次去看煙火啊 警察都會請我們先走 哇 有小孩最大啊 對 就小孩子最大 嗯 所以有小孩子在澳洲 基本上有很多很 很有趣的福利啦 嗯 對 就未來的主人王 在國家的眼裡 是非常非常重視的 就我剛剛講的 他們很願意投資 教育啊 對 嗯 這是很值得探討 那你剛剛講的市集 那個雪梨哦 周邊哦 大概有二十幾個市集 哇 禮拜六 禮拜天 嗯 你如果不想跑太遠 市中心附近 大概有七八個 嗯 他有些他有 有一些特色啦 比如說 那格力波 我書裡面有 他是賣二手貨的 嗯 嗯 然後你去全都二手貨 而且他二手貨有些很奇怪 是他會賣你那個窗架 那個窗啊 窗架 那個舊的窗 嗯 因為澳洲會很非常念舊 嗯 然後他會把爺爺那種 窗架 嗯 拆下來賣 哦 我 他 他是為什麼要賣 因為他換了新的窗子嗎 我覺得 他不是很念舊嗎 這我好好奇哦 對 他們可能很多啦 我在想 嗯 嗯 那有些是賣 比如說 農產品 嗯 有些是賣手工香皂 嗯 對 那那個像雪梨客圈前面的那個市集 就是針對外國人啦 他賣的就是經驗品居多啦 啊 就是比較觀光 對 他比較觀光化 欸老師你可以跟我們分享幾個 你覺得不要是這麼 大家都一定會去的觀光市集 最有名叫帕廷騰騰 嗯 那個很大 你大概逛一整個早上 都逛不完是不是 對 而且裡面還有的 持有的河 還有那個陶樓牌算命 哇 對 哇 這個好玩欸 你等於是一個假日的吐吻 你可以整天待在那裡 對 那如果說你不想人這麼多 嗯 你可以去那個雪梨的後花園 嗯哼 有一個地方叫貝爾梅恩 嗯哼 那個地方有點遠 你可能要坐船去 嗯哼 可是那個地方因為知名度沒有那麼高啦 就是只有當地人會去 所以你去那邊你會發現這是當地人的市集 怎麼說差別在哪裡 很少觀光客 嗯 那你會看到當地人真的生活 他們在賣什麼 他們賣了什麼 我我我剛剛講過 就比如說手工香皂 嗯哼 他們在家裡做香皂拿出來賣嘛 嗯哼 那有些是家裡種菜的 欸 這個是一個很棒的生活形態 對 那有些是他家裡養貿物 以物易物 對 差不多啦 然後 這樣的概念 他的根本沒有很大 嗯 跟其他的是幾筆算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 嗯哼 但是那個氣氛很悠閒啊 嗯 因為就算是帕婷婷 他其實是老外居多 去逛的 因為他名氣很大嘛 嗯 就去逛的是老外居多 可是你剛 你如果到他們的那種當地的市集 你看不到老外 哦 所以我都會去找那種很 很沒有人注意的 這種最好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到了一個 譬如說世界級的都市 來到這邊你好像就只能逛逛shopping mall啊 然後去看看一個鼓號鼓那個雪梨歌劇院 可是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更想知道的是在這裡在地的人 他們都是怎麼生活著 對不對 我們要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再請我老師再帶我們看看雪梨的日常 哈囉我是佳安 歡迎回來走吧 去旅行 在我們今天的空中邀請到的是自由作家 攝影者 同時也是文早外語大學傳播藝術學系的教授 李玉宏老師 他寫了一本雪梨的日常 今天帶著我們走訪了雪梨的文化 告訴大家你最迷人想要最期待去跨年的雪梨歌劇院 我想在老師的口中當中 不只是跨年那一剎那間了 不管他是半夜去那邊放空 還是白天下午到那個植物園走走逛逛 來到了週末假日我們可以走進市集 感受一下雪梨人平常的生活當中 他們都在做些什麼事 在整個這麼密集的一個雪梨的都市裡面 他說大其實也蠻大的 裡面有好多好多的博物館 是不是請老師為我們分享幾個讓你印象比較深刻 來到雪梨你應該必須要去的博物館呢 如果你時間不夠多 你大概只能去一家叫新南威爾斯美術館 他就在雪梨歌劇院旁邊 然後你可以在博物館裡面看到整個雪梨丸 在博物館裡面就可以看到雪梨丸 落地窗就可以看到雪梨丸 所以那個地方是最佳首選 如果你時間不夠多啦 但是他的藏品也非常豐富 他有一個亞洲藝術部門 你可以看到東南亞的柬埔寨石雕 也可以看到張大倩的畫 哇 那真的是很 他把整個亞洲 他也搜集了一些亞洲的文化 然後最有趣的是前一陣子 我跟他們亞洲部門的那個組合 他在監工面 嗯 是 所以有挖掘到什麼其他的 他是 其實這個有點扯遠啊 我現在人在故宮南院執行計畫 然後故宮曾經 現在在談 嗯 想要合作是嗎 對要跟他換斷 他因為他要亞洲藝術部門 然後故宮南院也是針對亞洲 哦 所以就有聊一陣子 所以代表在雪梨這邊 他們其實對亞洲文化也是滿有興趣 也就是重視的對不對 對因為以前的澳洲他是比較偏歐美 對不管政治上經濟上 畢竟是 因為畢竟是 殖民英國殖民 對但是從上個世紀起他就亞洲化了 哦 那個澳洲第一大的經濟夥伴是中國大陸 嗯 對 哇現在真的是到哪裡都可以看到亞洲人 對 還是大陸人 然後他連那個新南威爾斯美術館亞洲部門 他其實也是大陸學者 哦 那我為什麼推薦那一家就是因為他地利之變嘛 可以看到一些美景 而且都市的景色 那如果你時間夠多 他有很多很有趣的博物館 譬如說鑄壁博物館 那個鑄造錢壁的博物館 然後譬如說他就有一個博物館叫雪梨 他在講雪梨的歷史 就像老師剛剛提到的 進去之後好像看到了穿越時空的雪梨 但出來之後看到的是非常fashion 現代的市景樣貌這樣子 然後他有一家專攻設計的 是載人流禁區 其實規模不大兩層樓而已 但是你可以看到當代雪梨最先進的設計潮流 所以他其實分布也沒有很散 你如果真的要花個兩天 其實是可以看完 我認為帶有十家博物館可以看 哇 對 那有些博物館他很有特色 比如說公車博物館 我有看老師在書裡提到 然後電車博物館 他就是以前雪梨是有電車的 那個現在的墨歷本有 還有 然後阿德雷的還有 但是雪梨是整個沒了 聽說當初是觀山溝結 這是有故事的 哈哈哈哈 有秘辛的 但是他有保留一個電車博物館 而且他真的有電車行駛 這在裡面是可以體驗一下 而且他很有趣是 雪梨進郊就有國家公園 然後那個電車是死進國家公園 對這很有趣 但是一般人老外不太清楚有這個 你其實從市中心坐火車 大概半小時就當那個博物館 然後你可以花大概一天在那邊 如果你對電車有興趣 它是一個讓你不太可能很想離開的地方 而且最有趣的這些博物館都是義工在經營 他的專職人員其實很少 但你會看到很多老先生老太太 譬如說公車博物館 他很多是其實是退休司機 他又回去 他因為他覺得他有那個榮譽感 這是有置業對不對 他我這一生都在做這件事情 到了我的第二純第二人生的時候 我希望還是可以服務以及回饋這一塊 然後像電車博物館 他們有租機來救公車 然後甚至你會看到 那個雪梨寺有那一種救公車改裝的 他們叫那個Bus Party 就是你可以在雪梨寺一台救公車 在裡面辦Party 就是你的Party的場地在救公車 所以那個車會動 對,它是救公車改裝 可是改的很新 它整個改成Party的場所 所以你可以有一個很流動的場地 的Party在雪梨寺跑來跑去 然後你在上面Dance這樣子嗎? 對啊,喝酒啊,Dance啊 這是真的 很有趣,這是我覺得這是澳洲人的創意 真的耶 所以他不管外面的人怎麼看裡面 他覺得反正他很享受在他們裡面的Party這樣子 就是墨本也有這種類似電車 它是電車改裝的殘車 嗯 對,它是真的上面可以吃飯喝酒 吃飯我知道 對,可是它是電車 哦 對,這很有趣,這是澳洲人的創意啦 是,你看他們的文創真的是很盛行 而且他們的創意無限耶 老師你看這樣子我們走了這麼多 包含是在雪梨寺裡面的一些美景啊美食啊 或者是他們一些生活的日常 嗯 因為老師可能工作的關係 嗯 學習的關係 在那邊待了有三年多的時間 對 然後也可能因為有些採訪 對 欸,你最懷念 你現在都在台灣了嘛 對 你最懷念雪梨的什麼呢? 或者是說你有推薦我們的朋友 若到雪梨 千萬不能錯過什麼 我覺得這個問題 對我來講好像不存在耶 嗯,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你到一個地方 我會建議你就放空就好啦 什麼都不用想啦 我也不會去看旅遊指南 因為我就問當地人 嗯 一定會有人說 那你去語言不通的地方怎麼辦 比手畫腳啊 我在西班牙 我也是用比手畫腳的方式跟他們溝通 然後他們跟我講去哪裡玩啊 嗯 那如果你在雪梨時間夠長 你就放空就好啦 嗯 然後睡覺自然醒 你再跑出去看看哪裡好玩啊 對啊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旅遊指南 哈哈 哈哈哈哈 也有人問我吃啦 嗯 但是 那就根據你到底有多少預算嘛 但是很有趣的是 雪梨很多日本人 哦 對 然後 雪梨有很棒的壽司 嗯 而且有很變種的壽司 變種? 對 他們會用壽司包著那個 酪梨 哦 我知道 他們的壽司會結合在地的食材 而且那個日本人吃會覺得很奇怪 對這哪叫壽司 而且會是一大捆 對 對不對 對 那這很有趣 而且不難吃欸 嗯 很好吃 也還算便宜 價錢很公道 那對我來講那就是美食啊 啊 銅板美食 對 所以我覺得 你說懷念什麼 我覺得應該說是那個氣氛啊 嗯 我覺得是整個環境的氛圍 一個人沒人這樣做啊 大家用就非常閒閃的方式 在過生活 是 我覺得這怪不得老師回到台灣之後 還要把這些照片拿出來回憶一下 集結成這個雪梨的日常 非常的謝謝呂虎老師 今天來到我們的空中 跟我們分享 也期待大家 可以透過老師這本雪梨的日常 帶著你期待的心情 來到雪梨這個城市 不只有跨年囉 可以走入他們的生活 感受他們的市集 體驗一下不同的文化跟美景 我們明天見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